背了喔 好 OK 哇 現在是瘋了 不累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希希 希希又來看醫生啦 來看到我今天這集的小肚子有沒有 這個就是今天的問題 最近覺得有點驚奇不順 所以我在網路上查了一下 發現這家有一個很厲害的 可以改善這邊的大小問題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來體驗看看 而且這間還有可以改善黑眼圈 還有美顏針耶 而且還有一個什麼結構條理 我想說好我今天就來一網打盡 把這些問題全部一次看好 GO 好 這位就是鎮店之寶楊醫師 今天要麻煩他來幫我解決我身上所有問題 醫師 我最近覺得驚奇也不順 就是第一天亮很多 第二天皺剪 然後排邊也不太順暢 然後我覺得我黑眼圈有點重 然後我的那個肉有點鬆弛下來 然後最近我膝蓋也不太舒服 這有辦法改善嗎 我們今天就先看一下妳的萬聞問切齁 首先我們第一步呢就先看一下妳的氣色 那麻煩口罩拿起來我看一下 好 來 那我們要看一下妳的舌頭喔 看一下妳的舌頭亮不亮 舌胎厚不厚 哇 看起來有一點發炎呢 好 應該是過敏啦 好 可能身體要調一調 他的那種鼻塞 鼻塞應該是 可能是比較過敏造成的鼻塞 來 我看一下妳眼睛是不是真的黑眼圈 我現在有化妝 對 有一點眼袋是真的 眼睛紅紅的看起來是小過敏 我真的會有紅紅的喔 一點點啦 我真的很專業的看得出來 通常過敏的人喔 眼帶都有點紅 因為喔 鼻子過敏 其實眼睛也會過敏喔 所以看眼睛就知道鼻子好不好 我先給妳把個麥好不好 來 看一下身體的狀況 好 從這個手掌的這個白皙度就知道 你看 妳有沒有比對一下 妳怎麼那麼紅啊 對 細細的手很白對不對 是不是跟正常的比起來什麼一樣的 我看起來很虛耶 其實細細的皮膚是白 可是她的氣血更虛 所以說我們可能要養就是她的血色 看這個紅潤度喔 對 跟我就是有點差別 好 但是翻過來呢我們看 欸 這樣 妳比我黑一點 這個就是健康 這個就是曬出來的 我們再看一下麥喔 當然麥呢就是每個人喔 早上 下午 晚上 跟我們情緒緊張的時候賣的不一樣 所以為了要避免這個誤差呢 特殊儀器可以分析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 心肝脾肺腎的素質 可以比對說我們現在台灣喔 有這個麥相的人 她的身體狀況呢 是怎麼樣 喔 這麼神奇 好 那我們趕快去試一下 大狗狗 啊 真棒 來這邊也可以當貴婦 我們要來做精肉檢測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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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來了 其實現在中醫呢 非常科學啦 除了我們用這個把脈 萬文問切的切診之外呢 用儀器也可以了解 稀稀的精肉發生了什麼問題 喔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 給她做一個電阻 讓她可以傳達電流 上傳資料 好 我們現在在做的 就是全身的一個 圓穴的一個電流的檢測 為什麼是圓穴呢 因為圓穴呢 是最能夠反映 這五臟六腑的一個 身體的狀況 那我們測了之後 電流會上傳我們的大數據 雲端資料庫會抓這個 我們全國這樣子的電流 它對應出來的一個 健保的一個資料庫裡面 發生什麼疾病 然後我們再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現在這就是大數據的 一個中醫檢測啦 那檢測的這個準確率非常的高 好 我們檢測報告已經好囉 謝謝 謝謝 大家看到的是 好問題在過年喔 超紅的耶 滿堂柴 非常的精彩喔 對應到我們中醫的這個五臟六腑 發現什麼問題了 哇 發現很多紅痣耶 這時候 這時候因為太多紅痣了 我們幾乎都只能跟患者說 你有什麼東西好的呢 我不是 我們看到左邊的是虛弱嘛 右邊的是抗鏡 那為什麼我這邊抗鏡 但是也是紅痣啊 心包抗鏡就是心火偏旺 就是比較容易 想入睡睡啊 欸 想太多喔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心 你看 心也是旺喔 真的耶 這兩個心火旺的人 就是代表火氣大啦 是喔 比較煩惱啦 體積不好 然後這樣看到這個數字呢 心肺功能啊 整個人身體都是電力比較不足的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建議西西啦 來做一個單前揪 先把這個虛弱的體質 先把它調理起來 這個會有改善 對對對 我們丹田揪就是 虛我們的神絕穴跟官員穴 可以強精補盛 然後可以固養脾胃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請西西來體驗 好好 我們的丹田揪 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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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牌是什麼 好 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丹田揪 丹田揪要上菜了 這什麼 好 這好像小籠包的夢 這是我們的丹田揪 丹田揪就是我們古人說的 一針二揪三藥的揪法 那揪呢 我們今天用的丹田揪是屬於無菸的揪 所以我們其實擺起來呢不會有臭味 好我們看這個丹田揪的位置呢 主要是在我們的肚臍跟肚臍下的三寸 就是在官員穴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氣層官員的所在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的陽氣聚集起來 加溫 可以針對這個身體如果比較虛寒 免疫力下降 還有子宮比較冷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經由丹田揪加溫 增加氧氣 那這個部分也是很多女生在住運的時候呢 非常需要用到的東西 我可以生了 可以生了 剛剛西西看她的經絡檢測的數字報告 因為她的這個電流非常的低 大部分都處於比較虛弱的狀態 所以丹田揪可以趕快先把全身的氧氣提升起來 提升完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想想看在用什麼藥 然後再來從內服來調養 所以這個丹田揪算是一種中藝的外製法 我要先睡吧 要睡嗎 沒有啦 好 我們讓西西來靜養20分鐘 所以其實如果要住運的話 其實男女都做是最好的 男女都做 夫妻都做是最好的 好 現在要來螢幕揪一下 對 好 那你眼睛幫我輕輕注意起來 好 那我會先幫你戴個眼罩喔 好 好 像那個小小兵的眼罩 對 頭髮開起來像 好 飛了喔 好 OK 哇 現在是幫你眼play嗎 先不要 會稍微有一點重齁 因為這個是陶瓷罐 它裡面還是一樣 不會倒嗎 不會倒的齁 它裡面有放無菸的愛嘆 銀木揪是針對虛正的眼袋下垂 所以我們等一下針對 稀稀 比較虛勞的體質的 黑眼圈眼袋 用明目揪 就對了 這個要做多久 這個要做20分鐘 也是20分鐘 20分鐘你可以去冥想 進入睡夢中 但是小心喔 罐子不要撤睡好不好 好 好現在要來 改善我的 肉肉下垂的部分 好我們先 欸欸 OK 直接來囉 直接來 你不能因為我 我我我真過 所以就直接來 直接來齁 這個 休息的感覺 酸酸的對不對 好 老樣子 我們今天 就來把你的左眼 變大一點 對 三倍大 大小也蠻嚴重 三倍也太寬了 所以這個美顏針 是從韓國傳過來的嗎 對這個美顏針 在韓國是叫做 微笑顏面針 在台灣我們一開始 就給它叫做美顏針 那又有人叫做 微笑針灸 所以我們現在簡約略字 就是叫美顏針 讓筋膜滑動 讓肌肉回去原來的位置 所以你本來的筋膜 在二十歲 在什麼位置 到三十歲的時候 因為筋膜的滑動 它不在原來的位置上 肌肉變成凹凸不平 高低不一樣 下垂什麼的 下垂 或者是別的有塊狀 成績 看起來呢 不是很對稱 這就是筋膜的滑移造成的 所以我們在做美顏針的時候 就會讓筋膜滑動 讓肌肉回到本來的位置上面 嗯 再兩針今天就可以完全的 可以 失敗了 等一下再看我的臉有多歪 對 你的皺紋就完全消失了 我有皺紋嗎 現在沒有 現在已經找不到皺紋了 現在找不到任何缺點 嘻嘻就是完美女神 好 請妳先說一下妳這次的症狀 我這次的 我覺得我膝蓋就是這邊容易痠痛 膝蓋容易痠痛 對 然後會痛到妳的大腿或者是腰嗎 喔 腰也會 腰會痛 是痛到中間還是痛單側 兩側都有一點 兩側都有一點 都有一點 就是說妳的足弓塌線 造成了一個長端腳 我們再看一下妳的鼠氣韌帶 好 沒錯 好癢 右腳是因為比較緊繃 左腳比較鬆 所以我們要治療右腳要怎麼樣 先治療左腳 好吧 事故於遲 我們開始治療 先把它的燭光先撐起來 OK 我們在撐的時候同時呢 請吸吸右腳是我的胃發 好 我們會讓身體一直同時處於一個圓形的狀態 而且是兩個圓一直在交叉的狀態 這樣我們筋膜才會順順的滑動 哇 今天我體驗了一整天 原來終於有這麼多的新的項目 然後可以針對我們各種不同的 算是病痛去做調理這樣 我覺得還滿新奇的 大家平常要注意身體 對 但是如果真的有什麼狀況的話 欸 就是要來找專業的醫生好不好 看中醫呢就保持輕鬆的態度就可以了 不要把中醫想得很古早啦 很落後啦 對 沒有 現在你想得到的都有 對 中醫現在已經跟上潮流了 對啊 還有那個儀器可以測量 對 可以測量身體的健康檢查 還可以讓你皮膚變白 變漂亮 哇 可以預示身體的狀況 現在中醫能幫助現代人很多忙 欸 真的 但是重點還是大家平常要好好的保健自己的身體 好不好 多運動 多喝水 然後飲食拘騰 少吃冰 少吃冰 多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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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邊 就是找這樣子的項目服務的話 我們把這邊整個資訊放在下面好了 就是答案有需要的話 可以過來 對 就至少不會踩雷好不好 不要去其他地方踩雷 好 那如果你有什麼任何的意見 或是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什麼是小鈴鐺 跟網友會有的 什麼是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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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是小鈴鐺 嚇我 我叫我一個小鈴鐺 rows鈴鐺